网友对我们这个桃花屋的伙食很感兴趣 然后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说自己对于桃花屋 觉得谁做饭最好吃 以及你吃到的最好吃最有印象的一道菜 大家可以说说 觉得我吃到最好吃的就是丹丹姐做的羊肉白菜粉丝糖 因为我生长在内蒙古 然后那我们家那边的羊肉就特别好吃 然后我爸就特别会做白菜炖羊肉 那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就清汤寡水的 然后搁点醋盖辣椒老好吃了比啥都好吃 就能在这吃到就也很开心 我跟辣老师就没法过得一块去 因为我这人觉得羊肉太删 我根本就听他说的一点食欲都勾得不起来 我也其实平时也很少吃羊肉 但是丹姐那个汤OK 你昨天不是汤喝的不也挺好的吗 羊肉片行 他说白水煮羊肉那羊肉块 白水煮羊肉他也不能直接喝 他还放醋放胡椒粉就好了 还搁牛肉 再放点辣椒油 其实没有羊肉 对 说不是我说就是我觉得我非常感恩 最开始呢能和我亲爱的姑姑 我们桃花屋里头这个做饭做的最香的人 之前给我们炖的那个五花肉啊 是吧炖的虎皮蛋啊 弄的排骨啊 那没有一个是不香的 这点灌口吧 对 酸化消毒 酸化消毒量肉相产 反正是不老少 来到桃花屋之后 我这个吃饭的这个水平是逐渐提高了 因为平时在家呀单身汉的生活就是爱点外卖 自己一人吃啊 也不爱自己做饭弄饭还得刷碗什么的 来到这儿呢让我有了这个家的感觉 非常的感谢